看视频之前,别忘了投币收藏和点赞 做最开的B站小伙伴,今天你素质三连了吗? 这款玩具啊,我等了很久了 不许可递让开 犯罪件数超过300,逃行対象 现在逃行模式是 烈烂灵桥栏 现在的逃努模式是 慎重逃 oluyor,逃准利 烈烈烈地努立 现在逃往是 这款玩具它除了基本的变形之外呢 可以通过这个APP来调整它的这个亮度 以及这个声音的大小 你其实可以把这个声音调整在这个手机上说话 而这个枪是不说话的 这样的话现在就是手机说话 这个枪是不会发出这个音效来 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声音效变得更大一点 就是你把手机音量调大就可以了 那么除此之外它其实更多的玩法 它这个摄像头很鸡肋啊 摄像头拍摄只有5帧 10万像素简直胡到看不清楚 摄像头这个功能真的非常鸡肋啊 这个功能的话呢就是展示模式 就是你买一个支架把它支在这 然后你在这按一下 它就变成这个 殲灭模式 然后你再按一下 它就会变回去了 它除此之外真的玩法很少啊 这个被人吹爆的这个黑科技 我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 不过也就是一些这个齿轮 在这个变形啊 但是它真的很鸡肋帅很好玩啊 我看一下它这里面的人物 其实算不算多啊 人物嘛 其实就这几个 就是差不多 动画里面有名有姓的人物 它都会有啊 这个它不知道为什么 它经常就 我调成了这个 红色状态啊 它就一直就没反应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调成红色之后 它就不亮了 很奇怪 这样的话 我需要先退出这个模式 然后将它启动 它才会有这个红色 就这一点来说 美中不足啊 总体来说呢 它的这个外表的这个光效 不如这个万代那把生动 它除了能变形之外 能连APP之外 其他的玩法 皆是鸡肋啊 基本上就是收藏用吧 虽然说期待了这么久 终于拿到手了 但是它也没达到我的预期 说非常的奴婢什么的 也没有 如果说你之前用过了 那个展示模式 你不在那个APP里面 调回来它的那个 把玩模式的话 就别人拿到这把枪 它就玩不了 别人去握它 它也不会有任何反应 原来是这样的 可以说你可以通过APP设定 就是来让这把枪变的是 只有你才能玩 别人拿到玩不了 要用手机打开 但如果别人也用手机 下了这个APP 它也可以来连你的枪 然后来操控你的枪 所以说 这个我感觉没啥用 没啥用啊 我看了一下 这里面这些音效 确实是很多 可是这些 我只在手机上面听到了 我枪它发不出来啊 它枪就一个扳机和一个触摸 它也没别的按键能触发 这些其他的音效 像万代那个 全部是由枪来触发 像这些 这些这个音效 它只能用手机来听 我这个枪根本就发不出来 很奇怪啊 有懂的小伙伴可以告诉我一下